赵静文同学 我现在在前往五一山同目观巡查的路上 今天早上起来刷到了你发的这个文章 因为你是在公开平台上发布的 所以我也就公开的回应你一下 因为你说了很多细节 这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就不在这一一回复耽误大家的时间 简明的表达两点吧 第一点 2024年的春天 你离职的 当时的赔偿金总额我确实记不住了 但是到今天为止 确实还差你六万元左右的补偿 这个是我了解的 那刚才也收到了迷路的几位同事的消息 他们说正在积极解决这个问题 相信今天下班之前吧 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点我要正式的向你表示歉意 正式的道歉意 可喜的是经过这一年多的努力 我们基本上已经 补偿金已经发放了90%多了 胜利在望 我会继续努力 人生的道路没有坦途 也祝赵同学 未来可以一切顺利 能够茁壮的成长 加油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萌 今天跟大家聊聊李阿鹏的故事 最近我的朋友圈里头 因为正好当事人老赵 是我特别好一个长辈 一个朋友 老大哥都是西北人 性子特别耿直 他最近在搞一些露营的一些体验项目 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我一看他怎么上热搜了 然后是首次李阿鹏 怎么回事呢 在这视频之前 是李阿鹏的一个回复 我说李阿鹏现在怎么老成这样了 又老又丑 整个脸都干板了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挺帅的 要不然也不能把周迅 他取颖王妃天后都能嫁给他对吧 哦对 而且我还在北京见过一次李阿鹏 但是在这个一坐一望 是一个云南菜馆 因为他们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吃云南菜 然后他王妃 然后还有他们家保姆 还有两个朋友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一个朋友 特别喜欢王妃 就往前走两步 意思就是说哎打个招呼 结果李阿鹏特别闷 特别绅士 往前一挡 就是说嗯等一会等会 就是虽然作为一个歌迷 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还是挺那个的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李阿鹏的man 哎我在说什么 我现在要拽回来正题 对先说一下老赵跟李阿鹏 也不算私逼啊 两人已经基本上 现在已经各发一条视频 算和解了 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俩一起合伙 做过生意 大概在这几年的时候 我预估摸着 应该是跟这个旅游地产文化项目 这个云南的那个什么野营啊 包括这个音乐节啊 包括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 什么创意集市方面 一些产品啊 方面可能有一些合作的交集 结果呢 这个雇佣过这个老赵的团队 包括这个老赵 他自己说这个李阿鹏 自己做抖音啊 在抖音上卖货直播 whatever 一大堆的这种骚操作 视频创作 留媒体这些东西 也都是老赵这边的团队啊 供给他 帮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前脚给人做完事情之后 后脚 有的团队就解雇了 有的团队到现在 你用了人家还不 还不给还不给人钱 而是你说你说欠这钱吧 6万块钱啊 7万5是吧 就是1万美金差不多 就是你能 哎李阿鹏也确实实惨啊 我估计他可能就是 呃 这这蜡烛多就多头烧 实在欠的东西太多了 全世界人都在找他 那这个老赵的这个6万块 或者7万5算个屁钱 对吧 在他那边 所以呢 就一直拖着就不还 对吧 这个不还吧 我觉得这个你有 有句话 对吧 就认个怂 对不起 老赵兄弟 对吧 这个兄弟我 李阿鹏 虽然当年很牛逼 娶了天后王妃 然后也是身家几百亿的人 那现在路走窄了 so sorry 这6万块我给不了 你他妈有句话也行 但是你没话 对吧 打手机手机是不接的啊 我发的东西 你还给点个点个赞 但是一打过去电话 一提到钱的事 你他妈就玩消失 是吧 就这东西 它不是一个君子所为 但是现在这个光景 这个年年景嘛 把谁都逼的都不能成君子了 对不对 啊 就是这么着一个 非常赤裸裸的一个事件啊 这个老赵也后来也说了 讨要工资 上了热搜的导师人 我也在路上 我们今天去甘南 去看一个营地项目 呃 既然老李发了一个回应 我也就简单回应一下 我那心里面也很难过 我就觉得一个24年交情的哥们 搞得今天这个样子 钱没多少钱 一个搬运工资 七万五千块钱 你哪怕是跟我说一声 哥们对不住 这钱没有啊 或者我我我现在给不了你 你说一声也行 就是前两天我想起来 我说要一下这个钱 因为他之前都不回 结果我看到他在朋友圈点赞 在视频号点赞 他就没行不回 我连这两天打了大概 九个十个电话 其中有一个电话呢 显示他在通话中 但他就是不接 结果下午的时候 刚才提到的李某人 发了一条短信 有点制服我的意思 就说你你这个 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 轻一点呢 是表达个人意见 严重一点呢 是威胁诽谤 太逗了 我就有点火又上来了 你这是来解决问题的 还是你是来拱火的呀 所以我就微博 我微博多少年都没用过了 我就发了一条微博 至于后面的 什么热搜啊各种 那就不是我来控制的 那后面还有几个家 媒体要采访的 我一家都没接受 我也不是告他 老李的道歉 我也收到了 昨天发了朋友圈之后 也有很多老同事说 还欠他钱呀 还有很多社保拖欠呀 然后按照这个 猪队友给我发的短信 说现在在职的员工 也有一年没有发工资了 社保也没有交 所以我希望这个道歉 不是一个个体行为 我希望整体的解决这个问题 打工人都不容易 保不齐那天 又有很多人出来爆料 就是刚好李亚鹏在车上 这样回复 意思就是我很忙 但是我还说一下 我觉得李亚鹏的那个东西 特别不真诚 第一啊 就是感觉他好像是个大忙人的样子 然后还指名道姓的 说谁谁 对不起什么的 那个我现在已经给了多少多少钱了 然后多少多少人 90%的账我已经结了 剩下的我在今天之内 要搞定什么的 就是感觉一副 那个感觉就是就是我应付你一下的感觉 就是很虚伪整个人知道吧 就虚伪还虚装虚装虚张声势 就是你能够感觉到一个男人真的是啊 就是哎呀不能说没了他老婆是不行的 就是有他老婆在的时候 他也不咋行是吧 就是你看着一个男的狗模狗样的样子 但是真的从那到外是虚透了 就是你这整个那个视频你感觉的那个样子 对吧 然后我们老赵对吧 老赵也不怂 对不起我回复你也在车上 我也很忙是吧 我也是很多很多生意的什么 然后就毁就毁了一下说 本来说这事我都想过去了 结果呢让这个李亚鹏的一个什么小舅子 还是个小侄子什么的啊 忽然间说老老赵发了个朋友圈 说你这涉嫌诽谤 涉嫌侮辱涉嫌什么 你他妈的不给钱你就算了 我他妈在朋友圈里面逼逼刀一下 这个事情还要被你反诬告一下 说我诽谤 说我什么侮辱人什么的 这他妈的就要就要撕个逼了 你也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 营商环境不咋好是吧 互联网的这个很多事情啊 就必须得拿到 公寓上私欲里面的这个东西 已经无法解决的时候 只能拉到公寓上面去 发小博发小作文的发小作文 晒聊天记录的晒聊天记录 就得撕一撕 就什么事情必须拿到公寓上面 才能有一点点震慑力 对吧 才能让这种悠悠之口来 那个什么他一下 没办法了 把人都逼到这个份上了 老赵也说了 说不好意思的 就是能体恤到那些拿不着钱的 互联网民工做视频的 或者是一些运营人员的 这个不容易是吧 过年都没有钱回家过年了 也也太惨了 包括你说你不给人发工资 你好歹别给人设保啊 公寓金断脚 这个东西断脚很麻烦的 又不好补 一断脚之后 那个年限累积不到一起的话 会影响买车 购房 一大堆的事情 是吧 你事不能这么干 你差的这个钱又不多 而我老知道一个劲 一个劲往这去掏 去那补 也不像个样子 对不对 就是一来二去啊 也回复了一下 所以这个事情呢 也就这么这么回事了啊 我相信可能这个事情通过这个一撕一闹 是吧 这个公寓流量一晒什么的 反正我们这圈子已经都传开了 基本上就就人尽皆知了 微博上热搜 在在在一咔嚓一一曝光 我估计这个事情也能解决个七七八八 好吧 这个事情是我想跟大家说是 然后我再来吐槽一下李亚鹏这个人啊 我今天好好琢磨了一下李亚鹏 这个事情是怎么走窄的 真的是跟这个人的这个人性 有极大的这个关系啊 你看他演了那么多牛逼的电视剧啊 人高马大是吧 这个什么射雕英雄传 笑傲江湖 将爱情进行到底什么的 妥妥的就是大男主男一男一号 在那个时候的流量偶像剧 一拍一个准一拍一个准 但是人家这个人就是很 就很搞笑你知道吗 就是说哥不是一个走 吃这个演艺路线饭的 我他妈我要作为一个商人 我要作为一个商务 就是可能跟他们家的这个遗传金 有关系还是咋 就是很好笑的一个人啊 所以呢就是他每次去拍戏 这个东西啊 嗯 得这个片酬什么的 都是为了补偿他的这个生意 溃败的这个事情知道吗 包括可能他跟王飞这个结合啊 这个这个两个互联网品牌的 这个强强联合 也是为了补全他生意方面的东西 后来王飞就觉得说我靠 这他妈是个巨型窟窿 把我他妈掏空了我也补不了 一会儿又跌落谷底 一会儿又怎么样 大大大起大落的人的人生 人家也不想过这样的人生 哎我觉得真是挺有意思啊 来盘盘这个 李亚彭啊 说这个李亚彭在2022年的时候啊 就是干了一出什么的 直播变卖房车营地 给这个项目投资了1.8个亿啊 宣告破产啊 他之前是在云南那边搞了一个雪山小小镇 搞房搞房地产后来一一年呃 这个21年22年 因为疫情的时候 大家在家里面宅着出不去吗 那个时候是国内的这个房车露营 这个产业迅速啊 极大成的往上喷波汹涌了一下 他又想抓住这个时机 搞了一个房车营地 但他的那房车营地呢 投资又特别特别高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一时半夜 又收复回来成本 就搞得非常非常的ugly 后来他就把这个直播 这个事情就把 就相当于我这个要卖要卖掉了 这李亚彭也挺逗的啊 就是人家这个直播带货什么 都是带货 他直播带货都是卖惨 一会儿卖个茶 一会儿卖个房车营地什么 就开始哭爹喊娘 这挺逗的 然后呢就说这个李亚彭呢 其实啊 就是他的这个失败 跟他源于他对自己商业眼光的 过度自信啊 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就因为这个拿了一笔钱 开了个广告公司 用一句广告语封灭了全球 叫你拍一我拍一 小霸王出了学习机是吧 然后他说这个他是适合做商人的 就给自己奠定了一个勇气 说小霸王的广告语就是我的创意 然后这次学习机的这个代言呢 让李亚彭也尝到了甜头 啊后来呢 就是他还在上学期间相当于啊 他就开始结识 什么唐朝乐队呀什么的 又开始给人家蹿跺 搞了一个乐队 售卖门票 卖一些周边什么的 就发现说哦原来 自己还是一个可以搞文化产业 是吧 随便给我运作一下 让这些唱歌的人搞一搞 搞搞事情啊 开个演唱会 搞搞音乐节 啊也赚的盆满播满 很牛逼啊什么 这个时候好死不死啊就有人看上他了 说这个藤文记 带着这个本北京深秋故事啊 主动找上门 这个时候发一张他那个时候的照片啊 我觉得他还是挺非常日韩 日韩日韩日韩欧巴的那个状态啊 因为我原来少不惊世的时候 还觉得李亚鹏是个很帅的一个大一个大大帅哥呢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他就演完了这个北京深秋故事啊 就不想做不想做演员 不想做演员 结果他却成为了影视圈的当红小小生啊 这个戏约而不断 这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这么厉害 然后他就凑到了就秀到了商机 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婚姓服务的网站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世纪家园啊百合网什么的 叫喜宴啊这个网站做了半年呢 估值已经到450万美金了 然后这个当时的28岁的李亚鹏 还不知道互联网的另一端 有两个姓马的年轻人正在摸索着自己的商业模式 正在正在往前走是吧 然后呢这个李亚鹏说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太独断专行 然后他就拒绝了投资人对于这个喜宴的再次投资啊 还搞了一堆自己喜欢 但是用户搞不懂的一些产品啊 后来这个互联网泡沫破裂了之后 网站维持不下去 就只能关张大吉了 但是李亚鹏也不急 说那毕竟老子还很牛 我还能再拍戏 结果呢他又去拍了《笑傲江湖》《射丹英雄传》 两部金庸大戏的大男主 靠这个网站的亏空 两部戏的片酬一下又都补了回去 就很牛逼啊 但是在这个拍《射丹英传》的时候啊 李亚鹏当时跟曲颖在一起谈恋 后来呢在《射丹英传》跟这个周迅又因戏生情 搞得曲颖大闹片场 然后呢这个李亚鹏说对当时的回忆说说说那个 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 说他的眼睛怨恨着看着周迅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不过呢这个周迅后来也没跟周迅在一块呢 转而最后娶了天后王妃 我的妈这他妈都是什么他妈狗屎运啊 真的 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李亚鹏真的是风生水起很牛逼嘛 那这个天后王妃选的他也有他的这个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俩就就就就就就就是女儿对吧 也艳然贴使基金后来还有一只一只做生意 又不拉不拉一大堆啊 后来这个00年之后啊 2000年之后李亚鹏就很少再接戏了 就开始都放在了这个商业投资之上啊 投资啊酒吧啊餐厅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王妃呢也帮他站台 帮他做一些宣传什么的 然后就是但是这个天后王妃一算账说 这他妈不行啊 这个这个账投进去都是只进不出的这个东西 我他妈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成本 关键他妈还要生一肚子气 知道吧 就是两人开始争吵 产生了劣系啊 实在没钱的时候 这个李亚鹏又去拍了这个将爱情经营到底的电影版 然后又拿了片酬又继续投资 这个时候呢他就把眼光全部放在了这个文化产业的这个投资上面 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啊 可其实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李亚鹏啊 能专心把一件事干成就不错啊 但是这个王妃送他前夫一句话 就是他这个八爪鱼 就什么他都要做一做 什么他还都浅尝 浅尝 浅尝止啊 面面不俱到就是面面而不到啊 所以呢就是 就是他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就这个丽江雪山小镇啊 当时这个王妃说已经到了这个翻白眼的程度啊 受不了了是吧 然后呢这个这个李亚鹏还搞了一搞搞搞了一出著名的蝴蝶事件 就是他呃代言了一款钻戒啊 然后他就拉着这个王妃一起出席 想给这个品牌呢 就是搞点人气啊 别出心裁说这个蝴蝶呢 关在这个方形的这个香钻的这个盒子里头啊 说自己拿出这个钻石的时候 蝴蝶也从里面都飞出来 结果这个蝴蝶被闷死在里面了 基本上一大半那个就是奄奄一息啊 然后最后呢这个 最后这个这个蝴蝶都掉地上的时候 王妃还非常怕踩着他 因为王妃不是怕信佛吗 就觉得哎呀 就是就是非常非常可怜啊 就是这一幕也确实是让人 让人觉得非常唏嘘啊 所以呢这个李亚鹏最后的结局就是感情也黄了 啊商业的这个东西也弄得一团糟啊 虽然他现在好像也结婚了 跟一个云南姑娘妹子啊结婚了 好像也生娃了 也据说也陷高了 然后欠着一屁股债 是吧 你看现在老赵的这6万块钱 7万5的这个员工薪资都不给发 也弄得也就是实惨 所以呢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 这个李亚鹏这人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我认为他还是有点真本事啊 他还是赶上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风口啊 就是还赶上了很多的风口啊 也证明了自己的这个财商和这个机制啊 包括自己的颜值包括自己的演技什么的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影视圈和互联网的圈子里面 还是读书一致的有一点点自己的这个风范的啊 但是呢这个摊的扑的太大啊 这很多他熟悉的不熟悉的领域都要进去参一脚 他又不是那么一个人才 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啊 觉得自己特别牛逼 特别是能娶到王妃这样的人 估计他也是非常的开心和和幸福 就是这样的人 always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下场啊 反正现在肉眼可可见的 从面向上看 就是一直在走着下坡路 是吧 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观后效吧 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 王妃李亚鹏啊 看怎么看王李亚鹏这个事业啊 就是熟悉他的人都过来踩两脚吧 说两眼 对吧 在底下留下评论啊 好吧 然后喜欢这期视频的也请点赞转发 谢谢你订阅猛姐 OK 拜拜